大家好 接着聊啊 这有一个 也算是文化名人啊 叫徐子东 这哥们我记得南方口音戴个眼镜 原来老上那个凤凰卫视 什么那个枪枪三人行 老跟那窦文涛啊 还有其他一些人 跟那闲扯淡 就是对话吧 聊天啊 他好像就是今天或者昨天啊 你看 据听讲座的一位复旦 复旦大学啊 复旦 复旦啊 复旦大学的校友称 24分钟后被一个学生举报了 线上会议被掐断了 我的母校竟然变成这样了啊 讲座预告 谁的讲座呢 徐子东 他的讲座题目叫 陈忠实 白鹿园啊 这本小说我看过 白鹿园啊 这个 白鹿园中的政权 族权和神权啊 政权就是国家族权 一个家族啊 或者一个大的血缘集团 神权 是吧 还有这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啊 也许不是一个正经的宗教啊 但是神灵啊 结果被人举报了啊 然后有人说 现在说 说大家现在不用去了 刚直播了几分钟 一个复旦女学生在拍照 拍照 他可能就是作为证据 他要去举报啊 跑去和路过的纪检 他们一般大学都有纪检委 或者纪检处 纪检监察处啊 说正在腾讯视频直播 然后纪检说不允许直播 看见了吗 不允许直播 马上停了 然后有人说了 这 然后啊 然后就是省略号 培养的都是人才 举报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有什么问题吗 举报是真的无聊 真的吗 然后有人说幽默啊 又有人说这位女学生 以后在跪系 就是他上学哪个系啊 还有朋友吗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 徐子东 我看看是不是 我说的那一位啊 应该是他 我现在查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有五十多岁了 徐子东 也是名人呀 尝一尝 怎么出不来了 哭狗 现在没有 好了 我们不聊这事的啊 就是说这件事啊 徐子东应该是刚才我描述的那一位啊 这个非常可恨啊 这种举报的啊 举报老师的举报来做讲座的人的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 现在啊 严然啊 都未然成风了啊 变成一种风气了 在中国现在啊 任何人啊 你不能说实话啊 你别说我今天做那节目 我说一个 是吧 相亲啊 你别说这种相亲的了 就是你的亲爹亲妈 你都得小心了 还要是这么相�的 房子 大当时 可 写